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回到新西兰的以德台仰和社长的Raymond Wong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的三个频道 网向编辑部《正香报》和《晒冷气》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好,今次就要特别说一说 最近就有一条视频封存 这条视频是什么呢? 看上去的画面就像有人出刀那样子 会不会又是国际大刀会的事件又发生呢? 哈哈哈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国际大刀会的称号呢? 其实香港近期就经常都有一些 被人扔斗的案件,要是被人扔斗 今早我们在《晒汪第一线》的时候也有说到 没有听,我们回来听今早《晒汪第一线》 今早有两宗,然后《东方日报》就说这个治安很不够 很差了 很差 这条视频有些人是怎么传的呢? 在《晒汪第一线》 我们稍后就会自己回到《晒汪第一线》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条视频我们就不会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拍到一些行为不清楚 很容易会让人觉得警察做错事 或者警察没有做事 所以到现在,到处都是有人扔来扔去 你扔我,我扔你,你扔到21世纪 很刺激 这条视频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口述一下这条视频是怎么样的 好 地点大概在中上环 这个说回地点给大家听 应该是一架车镜的后镜镜 拍着的,他就拍着一辆的士 那条视频里面 其实它是由鸭巴顛街 慢慢地向中上环的方向走 很慢的走路 去到那条,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威宁顿街那里转左了 一切都是相安无事的这条视频 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看到这条视频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特别 都是拍着的士而已 难道那里的士会有刀手出来吗? 很前代的刀手就是在的士里走出来 结果不是的 不是的 那里的士到了威宁顿街 大约应该是复生墙香庄 对出的位置 那里还有另外一间 就是复生墙香庄 对面还有一间叫做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Leader Key好像叫做 李德记好像叫做 李德记的污头 在威宁顿街的行人路 很有趣的 在乡庄那边有斜坡 但在另外一边 就像有楼梯级那样 高过行人路很多 就有一架 疑似本田的Civic 为什么说疑似呢? 因为媒体有报导 说是一架本田的七人车 也不似 可能就是Stream Stream 有可能是Stream 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看起来就像一架Honda Civic 那里的那辆车就 冲了上行人路 哈哈哈哈 就是视频拍到这样的 整个车都转了 它冲了走路到怎么停的呢? 是 它应该就开了底的 开了 为什么开了底呢? 是因为那个行人路 它是一条梯级的样子 特别高的 比一般来说是高多一倍左右 是 那它开了后 它应该就撞了一架的士的车尾 分享视频 那架车的车主 什么损伤都没有 应该是 撞到的士之后 那么的士街就想着避开 就是向左转转 就是向左转转了一点 那 但是其实肯定就不够过 因为那里很窄 很窄 晚上呢 威廉顿街呢 那些人就拍了车 是很逼的 那条街 很逼劫的 那条街很逼劫的 它下面那里就有一间 吃鸡鸡鸡 好像叫阿三鸡鸡鸡 就是吃海南鸡饭 那里呢 晚上就很多人拍车的 很正常的 那所有东西都很逼劫 整条街都很逼劫 那条视频的精华就到了 这个精华位 高潮位 那辆本田私家车停下了之后 那视频是 我都要说回来 是不清晰的 因为它的解像度很低的 那辆本田的 就是怀疑是Srim或者Sevic 他停下了之后 撞到的士停下了之后 那里呢 就有一个穿着卡奇色衣服的哥哥 戴着口罩的 那好像拿着把刀 那样 嘩 厉害 这个Sevic或者Srim的司机位 那里扔上去 好像是这样的 你看看 是呀 是不是这个香港国际刀会呢 是啊 我看到他不断的 很喜势的 努力的 最后 就打开了车门 然后捅了几个东西 很过瘾的 我看完那条视频就觉得 哇 这么猖狂 这么浪 不是吧 看上去是像刀的 很像 真的 有个勇者 看这个时间就出现了 就是他一拔开车 司机位的门 就是那个 穿着卡奇色衣服 或者灰色 或者卡奇色 因为不清不错 他跟着有个白色衣服的疑似 就是鬼佬 疑似也是鬼佬 是 他就跳出了 最初不是跳出的士的 最初他在的士里面 他在的士里面 他在的士里面 他伸手出的士 他打算拍片 然后觉得这个角度也不够清晰 不行 下车拍 这个穿白色衣服的鬼佬 当然很勇敢 是啊 很勇敢 他也是站在一边 但是他也差一点 这个鬼佬 为什么呢 因为他好像不太知道 威宁顿街那些是有些低级的 哈哈哈哈 他真的厉害 他大概就是在 Spy Henry Lau那间店 Spy Henry Lau那间店 你去过威宁顿街 就知道 他有两级楼梯 然后他就 好像差点跌倒 他差点跌倒之时 就有另外一个哥哥 就冲上来 那个哥哥就好像 就是穿黑色衣服 是啊 又好像拿着东西 还是拿着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拍片的人 最初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拿着东西 为什么不弃到那个 拍片的人 是啊 如果你愁不愁的话 这些人就 拍片 拍片 就把手放在那里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这样的事 那当然了 接着呢 那个穿黑色衣服的那个人 也是走过去本田的私家车那里 是 那片子大概在这里就完 了 因为那个坐在前面 就是他那个 分享的视频 那个车主 原片车主 嗯 他就 转走 就走了 不看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也尝试过找一下 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鬼佬的视频 是没有的 是没有 鬼佬没有分享 就是那个 近镜拍 自己享受 可能是 那么难得看到有 那么刺激的东西 多大都拍下 是吧 我觉得他是这样 但是他也真的大胆 一般人遇到一些 那么严重的冲突 多大都走远一点 是吧 但是他不是的 他真的很大胆 本来他坐在的士里面 他就要特意下车 拿好一个角度 拿着手机在那里拍拍拍拍 哇 原来这么开心的 哈哈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可能都是帮的士司机的 就是 的士司机 都很惨的嘛 就是车被人撞一撞 是不是 哦 那倒是 是吧 是 那倒是 那原来就是 警察做事 那为什么会 啊 警察来的 原来是警察 原来是警察来的 警察 开股就是警察做事 哦 哎哟 那我梦了 他就是外套的 其实穿白色衣服 他就是拿着警棍 轰到车门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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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件事呢 其实背后是这样的 这个司机 就是 铲上行人路的司机 是 他就是 在中环被警察 截查的时候 拒绝合作 那他就撞开了警车 嗯 就冲过去这个龟林团街 哦 那之后呢 就发生了我们看到的事情了 就是 剷了上膊 然后撞了的士 然后停下了 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其实呢 就是 便衣警员 那他当然是要 就是他开车门 那他当然不肯了 是啊 那当然是要 出动到适当的武力 是啊 就是抓个司机下车 嗯 那 那当然 之后呢 有一个黑色衣服的那个 其实也是阿sir 也是来当手 是啊 就是帮手 现在最终于解释得到 没斩那个 没斩那个拍片的人 因为原来是阿sir 是阿sir 是真的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不顺手掠一掠他 就是那个人 塘鞭鞋 那么多事 拍片都有 原来是阿sir 好了 两个阿sir 这样去捉一个人 这个人 据说好像是 身上藏友 可能是车上藏友 也不一定 可乐 在车上藏 有三十二包可乐 哇 三十二包可乐 三十二包 大概五十八万 其实两个都大 嗯 司机就通过不了 快速口康液测试 这个快速口康液测试 就是试试那些人 有没有铁鞋的 嗯 这样 即是铁鞋了 这个人 对了 怪得铁鞋是弄老 哈哈哈 搞到车浪起了 是啊 所以他是自己狠狠的 其实这件事 不是说治安不好 这件事就完全是纯粹警察做事 哦 那些人现在传的视频 他不会把那个新闻 告诉大家 那些人传 很多时候就说 哦 这个又是 你自己狠狠了 你自己狠狠了 哈哈 不知道第几次 不知道第几集呢 其实这次就是 阿sir做事 嗯 我认为阿sir 是用适当的武力 去拘捕了 那个42岁的司机 是 那司机 现在被告了 涉嫌狂乱驾 驾驶 返运危险药物 以及 约后驾驶 就被捕 那好吧 抓到这些坏人 是好事来的 不过我看 就是我自己看的视频 就觉得这位阿sir 都撑了很久才能开到门 那我就怕了 会不会第二天 又有某个媒体 某个方向的媒体 最近跟警察那方面 有点口角 连续出几天的文章 来炮轰警察 警察也有 回应他们 雙方在文字上的搏火 都颇为激烈 近年以来都少见的 哇 这次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 这份方向媒体 会不会有肥肥 批评一下警察 为什么 一撑就能撑破玻璃窗 搞这么久 像鸡手鸭脚 说回大家 你要撑破一个汽车玻璃窗 为什么不拿枪呢 蛤 要拿警棍呢 警察有警察通例 警察通例是没有公开的 一定要告诉大家 警察通例里面有说到 警员什么时候可以开枪 警察就熟读这件事了 在那件事上 他的车也在行人路上 基本上已经跑不了了 他已经跑不了了 还有就是打开了车门 制服到他 拘捕到他 其实这件事应该已经完 但是现在就很难完 为什么呢 因为在社交媒体 有人觉得有人斩人 是的 又大都会了 是的 说回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影片是2月10日 晚上是8点多 8点多左右 如果那个车门的时间是对的话 就是这样的时间 嗯 那我就觉得很小事 就是这些是正常的操作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些人就很喜欢拿这些东西来 就是香港的治安差 那样 其实警察都很辛苦了 现在做 因为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现在香港社会 他流行那些地下司令产品 他由一个镇静剂那类的产品 就变成了一个兴奋剂类的产品 那当他变成兴奋剂类的产品的时候 那些人呢 就是剃了东西之后 就会狠狠地 会狠死很多 其实就 嗯 那这一件事 特区政府 是要解决的 就是保安局 其实是要做些事情去处理的 那现在算是做得很好 我认为都 不过这个我抄称的提法 抄称的提法 哈哈哈哈哈哈 那说到这里 其实就差不多了 这件事呢 算是帮警察澄清 因为Facebook那里 其实有些人传都不知道什么事 其实就 因为会传了一单新闻的 个个都是 觉得看到 我看到留言都是说 香港是这样的了 现在国际大都会了 出现这些事情很正常的 你砍我我砍你 每天都在发生的了 香港现在变成这样的了 所以就快点走 香港很不安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点到英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也是看到一些BNO人传过去 才知道有这些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就说 是360p的 其实车镜可以有720或者4K 清晰很多 4K是漂亮的 或者1080 就是有些车镜 你1080也清很多 那结果它是360 是 所以你看不清楚 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车镜 晚上拍摄 那些颜色就不太认得到 我看完是不太认得到 那个品牌 但是当然拍到已经是OK的了 就是我觉得可以拍到车牌 至少都 那我当然不会说 那个的士司机的车牌 给大家听 也不会说那个 就是本田 二次是CWIC 或者是HONDA STREEN 这部汽车 大家上Facebook看吧 可以 哈哈哈哈 很过瘾的 哈哈哈哈 好了那上我们的模向部 那里会有视频 会告诉大家 那不如来到这里就算了 因为我也有其他东西要处理 好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